大家好,歡迎收看即使公諒,我是Fiko英文 今集我們有南方東京的Barbara和Stanley 歡迎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想問兩位嘉賓的話 歡迎帶來204-6566 或者將問題點到ASCAP.CHANNEL.COM WhatsApp到91571428 或者Facebook Youtube可以做個like和留言給我們,盡快解答大家的問題 之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恆生指數 最新股是19762點 跌102點 國企指數跌50點 6684點 大市成交346億 市繼續跌下去,A股也不太理想 都是在沉底 港股又去到19700這些位置 但其實看回5月的走勢 港股都在19500至20300這些水平上落 但今天看到中突股都跌下來 科技股又不行的時候 如果你說看牛熊的街貨分佈的重貨區 重貨區大概在19300至19600 就是最重貨的一個位置 市場,現在好像氣氛又不太好 你覺得Stanley今天會不會再增加 但我覺得會反抵 哎呀,你覺得差不多 我覺得市場會彈回 哎呀,為何這麼有信心呢 又不是有信心,是怎樣說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但總之我覺得市場 我認不住下午會彈回 這是什麼感覺,這是一個感覺 我不知道,大家純粹突然間 今天早上不斷看著市場 不斷在想昨天和今天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覺得市場是很差 A股那一刻跌下去 是怎麼說,跌得急的 即如你用昨天的高位,大概是300至400左右 你這樣計算,其實是 現在不是現在一天 已經對回差不多100點下來 其實那個殺傷力是頗厲害的 你見到很多部分 其實今天早上 我們的勸商會有些 是跌停的 是,昨天就漲停 但是這個是A股一個 就是過去的特色 就是什麼意思呢 升是升得很急,跌得很急 但是你也可以說 有沒有什麼原因呢 可能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那個情況是說 因為內地很多省的投資者 當你的市一帶突然之間 有些可能有些移動的時間 他們有你沒有,你會跟著 其實是要出這種狀況 所以每次跌、升 是會可以突然間 即逆轉得很快 但是今早我們說現在 上總之,是差的 但是港股這邊 其實你又見到那些股份 又真的仲不上 或者你說差的 可能是真是 叫做今天跌回一些金融股 即是那些內人股 因為資源性是一頸 特別是 中國銀行 三哥八百 明天多的只會跌回多一點 但你見其他股份 甚至乎對中紀道為例 它跌都不多 今早八百三百有升 所以你說市不是很頑皮 還有一件事 科技股又不要跌 你見騰訊也不要跌 騰訊今早就很閒一點 是啊,你見到沒有差 真的看你怎麼看 但是市又現在 我剛才去到二零天線 即是說 因為九十七的位置 就看看能不能夠 小孩運先 但是下午我承認過市 是有機會 可能有機會 有機會倒升 我不知道 我自己純粹感覺 就看看下午時的市況 究竟是怎樣 但其實這段時間 Stanley也說 都找不到原因出來 即是說究竟 根本是想不到 為什麼跌 又或者為什麼升 其實都 為什麼升就知道 但是為什麼跌 其實不知道 都問一下 其實你們的House Viewer 有什麼看法 其實我們都覺得 現在是一個橫行區間 正如Stanley 我們剛才咪高峰前也有說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之間 昨天殺了四百多點下來 而且Stanley也有說 A股那個追掌殺跌的情緒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的 所以就變相 有一點影響了我們港股 但是你說 昨天是跌得比較厲害 今天其實都是沉沉的位置 所以其實現在用那些 槓桿發展產品的投資者 都比較難玩一些 難捉一些 真的 所以你說 如果我們House Viewer 中場線 我們當然會看好A股 港股 但是你說現在短線的話 我想都是官網格局比較重一些 其實如果玩反應產品 應該都真的很刺激 是不是很短 如果現在投資者玩這些反應產品 會不會是即日先 甚至是再短期 也會有的 intraday 或者是可能真的駁一個單邊 所以本身 我們都可以看資金流的圖表 其實我們前日看 7500是有資金流入的 都仍是正流入 但是昨天 因為跌得急 投資者都很聰明 即刻會是 食物 所以變相 我又變成一個流出的情況 即是take profit 走了 但是反而 你見到 駁一些正向產品 無論是3033 或者7226 其實都會有 始終你說 選擇個別的科技股 現在就真的難一點 很難一點 AI的概念又炒完 甚至龍頭騰訊 都好像 不太動 所以變相 為什麼我都明白 有些投資者說 我寧願少住 駁兩倍 起碼可以繼續 彈得快一點 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剛看圖表 3033 就多資金流入 因為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科技股 看到騰訊 現在有320多元 甚至是阿里巴巴 現在又是 差不多年內的低位 Stanley 是否可以存在 存在 但是你說現在 是真的比內 要鬥內心 其實你說 好像騰訊 好像你說 阿里這些 特別是騰訊 你預計業績 真的不會差 其實我看今早 我都放 沒有什麼壞消息 但是沒有反應 但是你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 其實我可以說 其實我當 同一批資金 那你之前可能 那些資金 可能你見到中突股 好像很炒的時候 那你見到這些科技股又沒有動 甚至乎沒有消息 那些錢就轉過去了 我覺得有這樣的現象 但是現在有些錢 是不是要重新補儲回科技股呢 就兩體路 因為其實 我想昨天那一刻 那一刻的下跌 是令大家都有些摸不著頭腦 你說騰訊是怎樣的 他們都不知道 是的 即是令到某些氣氛突然間 那一刻的跌轉差了 令到很多東西都會變差 但是這件騰訊 今天就似乎 真的去一些 去一些前低影附近的位置 又好像 好像很吸引 現在320多元 吸引的 但你會買 他想想 坦白的一個市場 就是說 很多股份 你看來看 特別是科技股 這個國家 是很吸引的 即是你看來看 你真的覺得 不要說他 什麼什麼 其他那些全部都很吸引 但是你不敢買 因為你賣 現在都不像 一感覺就說 你買了 你預料要坐 那要買來幹什麼 是的 又沒有息 又要坐 沒錯 你沒有衝動 去買這些 反而回轉 你見到今天 油股 真的有錢入 是 883 不得了 你可以說 市場 就不懂得選擇 我覺得 有些錢 都知道怎樣部署 但只不過 科技股 現在 你當是 儲蓄的概念 我覺得是OK 不過 這一回合你 大家都知道 都是炒中特股 是 不過這一回合 大家都知道 都是炒中特股 就是中置股 都是比較強勢的時候 我又想問Rabba 其實如果你說 炒中特股的話 有沒有什麼ETF可以選擇 其實如果是說 中特股相關 或者叫做 行業覆蓋會好一點 我想就因為 始終大家都能炒一些 內銀內險 我們二百二二二就黃牌一點 因為除了一些白酒類消費股之外 其實佔比比較多 就是舊經濟 我們經常說 有超過三成 都在內銀內險那裏 所以就變相 但是 都要提醒大家 大家圖表都會看到 它都是比較慢 因為始終它是健碩的 你就不會預測 我真的彈得很厲害 這樣的情況 其實是的 但是另一邊 譬如說說昨天 真的譬如說 炒上A股 右座右座右利好 或者叫做 整個sentiment好 昨天我都傳了給Stanley看 就是我們有了7252 其實就是中國A股的券商股 大家都可能留意到 港股這邊 其實都有些券商股 升得很厲害 昨天就有些是升停板 昨天高位都升接近10% 但當然隨著市場回信 昨天收市 都是升2-3%左右 當然了 你昨天那天跌下去 真的太快了 是的 所以 這些是有槓桿的 我想你說券商股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拿著這麼多 你不會每一隻都買 但反而就是 你見到一個 升浪或者sentiment 有起動的時候 才用槓桿去捕捉 但當然 我想這些是非常短線 大家都見到它的走勢 都是比較波動 是的 那我先問Stanley 因為如果我有選擇困難症 我又想買中特股 選擇ETF是最實際的 但是博借2822 還是7252會好一點 真是兩體 因為不同的板塊 是 不過如果你問我兩者 我都會選擇這一隻 7252 我都會選擇7252 其實你說 怎麼說呢 今天內地的券商股 那些股價跌得是 是誇張的 嗯 我剛剛見有一些 已經是跌停了 不快的了 但是你說 如果以 如果以 撇除中特股這個概念 中特股呢 其實你說 券商是不是很 叫做很直接受惠呢 不是 因為 因為券商 你嚴格上 你說它們是否叫中特股 裡面的名單之一呢 我覺得如果以大家說的 這些叫做準則 這些都不算 也不是那些國家 沒錯 而且它又不是 可能股價不特別低 額色不特別高 就是這些情況 不過有件事 就是說 其實假設你看看現在 A股當前的情況 成績量 已經是 今天未知 但是之前的時間 連續23天 是成績過萬億 昨天好像12000億 都是近日的新高 是 反映就是 內地的投資氣氛 其實 你可以說 氣氛不是差的 我經常說 A股升跌 是那個 就是那個 跌到的 氣氛是差的 不是 在成績量的變化 因為成績量 才反映 內地的真實 叫做 那些投資者 的心態 就是在買來 任何東西炒 所以 如果你按成績來看 就是這麼大成績的話 券商股 沒理由不受惠 其實你見到Q1 有些大的券商 其實那些股份 的比元度很高 那些業績變化 是不差 可以的 所以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 直博的 可以的 而且通常這些 就升了的時候 如果是 A股市升 他們通常這些 券商股就會先升 你會看到是A股市 海通等等 這些 都是 你說可能對於香港投資者來說 他們未必經常用到這些券商 但內地就會相對比較 popular 除了這隻之外 其實是否可以留意A股正向的產品呢 因為我看到7233 因為接下來 星期四 其實大家都可能要關注著 有一個上交所的一個宣介會 看到彈窩都說 其實這個宣介會 可能會推升到A股的表現 A股會繼續向上看 加上 你就這樣看上證的表現 其實最近都創了10個月的一個新高 甚至說成交額 亦都是配合的時候 A股應該是比起廣估 實際是跑贏一線的 可以再跑上去 聯商至今 A股是跑贏廣估的 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 是 不過當然 你說幣排行很多 就未止是 特別是因為今天 剛剛過去這兩天 突然間跌倒下來 有一點點好像都 令到那個 連來的帳篷都收窄了很多 但是你說A股今年的 那個叫 就是炒作的概念 有些憧憬 其實真的 真的大一點 其實我都說一句 中突股炒完美 我覺得還沒有 另外其實內地方面 你用回 我當Pitcher這件事 純粹說回 現在內地有什麼的憧憬 其實你沒有 經濟就好 所以如果經濟好一點 時間你自然而言 那些 有些奇名 有機會可能會有些反彈 對氣氛又會好一點 所以其實這件事 本身對於內地A股 是有些支持的 所以你問我的話 你說A股 就是你有沒有投資機遇呢 我覺得是有的 但只不過真的 可能你現在這一刻 如果你認識的 就選行業 不認識的話 你會買一些 可能只要相關的產品 是不是可以駁定了 因為上架會 好像說到這麼好的時候 有些人又說技術性牛屎 那麼快 這兩天的出租來 對 立刻想問一下 Stanley 因為正如Vicky所說 我們有7233 就是護身300的槓桿 其實222的槓桿 我們都有7248 因為始終護身300 就是消費行程 就更多 但是出來 我們看到 我們是reopen 但是那些數據 你見到 所以變相 是不是會是Helper 譬如說 富士A50的槓桿 會好過護身300的槓桿 有些東西 我都解釋不了 你說像內需板塊那些 為甚麼表現那麼差 我到現在都想不明白 其實你論數據 你說好像零售銷售 甚至乎之前說 5.1那些 叫做餐金業的那些 那些槓桿 全部都很漂亮 但它是不升 就是還要跌 我還是理解不了 為甚麼會這樣 但是你說兩者 就是 你看 概先抽 你說A50 其實裡面真的叫做 舊經濟比較多 按道理 你的經濟是很正確的 有一個邏輯的想法 就是經濟很正確的 你金融業 特別是銀行 這些叫做財務 那一定不會差 所以 當然 那一份業績 都是不一般 你問我 都是覺得 銀行股 都是不太行 但至少你有個 剛才提及到 一些炒作的 蓋液衷徑 所以按道理又差不多 但是 你說 鑑這個 护心300 這些 我又覺得 消費那些 真的沒理由那麼差 是的 還有說 它那些 人民的儲蓄率 都還是那麼高 還有錢可以支付 所以兩者 我覺得都直鑑 只不過 你覺得 比較想 可能 沒有那麼大風險 因為 你處於护心300 很多股份 那些波幅很大 你說 想說 不永遠沒有風險 但這次可以鑑進去一點 你又減輕這隻 這隻护心300 我覺得都可以 好 大家先待著 7248 和7233 兩隻A股的 正向產品 還有剛才提到的 一隻買券商的 一隻ETF 7252 大家可以先待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 兩位跟我們這麼詳盡的分析 Barbara 也有個新報 我們最後提醒大家 始終投資 涉及風險基金的價格 可升可跌 今天都說了很多 譬如說 我們港股恆子科指 又或者是A股相關的 ETF 貢光反響產品 大家記住 上去我們南方東映的官方網站 了解產品的詳情和風險 才有投資 好 謝謝兩位 我們亦都跟大家申報 有沒有遲日以上投資的股份 這個中海有的 我沒有的 好 那現在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 我們會有問答環節 稍後見